真言第六章 我儿,你若为朋友作宝,替外人击掌,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,被嘴里的言语捉住。 我儿,你既落在朋友手中,就当这样行,才可救自己。 你要自卑,去恳求你的朋友,不要融你的眼睛睡觉,不要融你的眼皮打盹,要救自己,如鹿脱离猎户的手,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。 懒惰人呐,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,就可得智慧。 蚂蚁没有元帅,没有官长,没有君王,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,在收割时聚脸粮食。 懒惰人呐,你要睡到几时呢?你何时睡醒呢? 在睡片时,打盹片时,抱着手躺卧片时,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素来,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。 无赖的恶徒,行动就用乖僻的口,用眼传神,用脚示意,用指点画,心中乖僻,常设恶谋,不散纷争。 所以,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,他必须刻败坏,无法可治。 耶和华所恨恨恶的有六样,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,就是高傲的眼,撒谎的蛇,流无故人血的手,图谋恶计的心,非跑行恶的脚,图谎言的假见证,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 我儿,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,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,要常记在你心上,挂在你巷上。 你行走,他必引导你,你躺卧,他必保守你,你睡醒,他必与你谈论。 因为,借命是灯,法则是光,训惠的责备是生命的道,能保你远离恶父,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。 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,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。 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,引父猎取人宝贵的生命。 人若怀里揣火,衣服岂能不烧呢? 人若在火炭上走,脚岂能不烫呢? 倾尽灵舍之期的也是如此,凡挨尽他的,不免受罚。 贼因饥饿,偷窃充击,人不藐视他,若被找着,他必赔还七倍,必将家中所有的尽兜偿还。 与妇人行淫的,便是无知,行这事的,必丧掉生命。 他必受伤损,必被凌辱,他的羞耻不得涂抹。 因为人的极恨成了烈怒,报仇的时候,绝不留情。 什么暑假,他都不顾,你虽送许多礼物,他也不肯甘休。 pier Hasta见 feeling 了 êtes